《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今天有三個人 少了誰 Ricky不見他很久 Ricky這陣子沒有空 全世界都被他去運 拿著社民連旗 全部地方都被他去運 有途為證 今天不來抽水 今天好像有活動 今天每天都有活動 跑馬有隻馬 千六米馬王百花 馬王好爸爸 Ricky就是好哥哥 因為他不會生日 所以就沒有空 但我昨晚打給他說今天會來 是嗎 我昨晚也有打過 我昨晚已經打給他說他不會生日 但就不來 Ricky今天就來不了 不過他經常不來可有可無 不是說一套一套嗎 他打給我又說不來 打給我又說來 他打給你又說來 不是我打給他又說來 神化都引到 今天請了許文昌 人網經濟節目的其中一位他主持 台署 就是王陽打 王上有懷疑他有份 蕭先生 蕭先生 蕭先生是台保 鎮台他知保 文昌是第二把交通 不是不是不是 主要是主持這個 逢星期一晚11點的股獎之中 股獎之中 哪個股哪個獎才打 股票就股 獎就獎獎 即是有文昌沒有窮人 是否這個意思 咒完 那個Q爺 Q爺就有這個水平 你接他班 我哪有資格 聽說你書展好像有兩本書 還會出 蛤 不是 我還在哪裏 好像你 你書展才是 你這本 80號運動 最受歡迎作者 現在你香港書展 剛剛完了香港書展 年度最佳號書 拿兩個獎 最威風 你知不知 為何要帶這本書 成門錯愛 第一版就說七七八八 現在就印了第二版 雖然我不是80後 如果說社會抗爭 我不是左翼二一 不是寫文練 不是賴欣豪他們 那麼前線 我很敬佩他們 我也很由心去佩服他們 我比較 人時為我參加 比較有觀察者 參與者和觀察者之間的身份 又有兩種之間 他寫這本書 去支持這班80後 80後 定義他們是怎樣 即不是前線 後線 甚至70後 60後 都是看這本書 大家可以很明確 這本書 是在次文化堂出版 書展希望大家經過次文化堂 除了買這本80後運動之外 這本是第二版 今次是書展的第二版 是的第二版 亦都買了 我本新作叫香港大崩壞 香港大崩壞說什麼呢 就說了政治、法治、民生、社會、經濟、 醫療、環保全部混在一起 香港今時今日搞到這個地步 建華八年 煲胎六年 即下年好還是壞就未知 14年回歸14年 一日差過他一日 即是我們社積敗壞 民生困苦 為何會有這樣的地步 是否回歸之後才有這樣的因素出現 還是在五、六十年代已經有些原因 直到回歸一道火線才會爆炸呢 還有小弟雖然不是什麼專才 但也有一些建議去建議 即是一未得過策 也有一些建議 可以做疑似特首候選人 簡直是教科書 你給疑似特首候選人 補胎說是七個 這本書是否好呢 就由讀者去決定 最重要是先賣了 這次香港特品壞料 訪問了很多萬鳥 借聽名字 也有不少受訪者 例如葉輝、鄧小驊 文化界 法律界有陳陳文敏 李柱銘 甚至人權隔路一啟 麥彥廷 何喜華 方問生 很多比較社會順利級的人物 九間大學的教授都有齊 人網都有 人網有蕭生 希望大家幫補小弟的新計 多謝 香港市長是否取得 兩年前 今年我進入了 成文賽 可能是少計 也有八十後 那就有少少的 技術 剛剛這些八十後運動 都成為了社會的重要 九十後都接班 雖然說 成文大家投票 剛剛贏了 其實我自己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我想贏的那本 就是《中國影帝溫家寶如傑寫》 即是 錯著 剛剛立法會 要搬大樓 請問槍你來 我們不要問這麼行的問題 問一些比較 爭議性 如果讓你選一個你最喜愛的議員 和一個你最不起愛的議員 你會選哪兩位 是 我這樣問 是 最喜愛的 是 從來都沒有想過 個個都不喜愛 還是多個兒子都不喜愛 都是 我想大半都不喜愛 例如 什麼公司你不喜愛多些 譬如在這個逮捕機制事件那邊 即是有些黨派 政府說什麼就跟什麼 即是原方案支持 修補方案又支持 不諮詢支持 諮詢又支持 即是被人問得好 口咬咬的 各位民建聯譚耀宗 即是不止她一個 不止她一個 即是很多黨友 那最喜愛呢 最喜愛 嘩 都廢殺思糧 不過你說 譬如 公民黨的議員 譬如如余大壯 譬如 余大壯 認受性很高 我們都知道 十大最受婚人議員 都是她們 理所當然 你會特別喜愛 我很容易跟人 你也是跟人 如余一味 有沒有資格 代表法文去選特首 你想想想 梁家傑也出席過戰 梁家傑也有十大 梁家傑也出席過戰 大鱷魚大壯 當然 如果你說真的要揮戀 你想想 K.O. 鋪胎 鋪胎的口都很厲害 可以K.O.鋪胎 是嗎 但是 如果這樣的邏輯 范太代表建制派 會否很無呢 即范太代表十大 頭兩名 現在的問題是 建制派是否一致贊成 范太出展 對嗎 好像 對嗎 Victor剛才剛剛 這個不知道 這個 有些 有些 剛剛有人說 找一下曾六成 今天 黃毓民 毓民 劉慧卿 我支持曾六成去選特首 真的 這個是我們 報紙說的 這個資料我們 跟文昌都 今天最新的 今天最新的 Victor 果然是青年 他自副 永遠都是 跟著他時事的觸覺 不是 他是這樣的 他是想 對改善 行政立法的關係 有幫助 是喔 有些轉變 是喔 這個是 在大文大會自己說的 但是 好像田北俊就說 泛民不應該參選 甚至湯家驊 都因為泛民是不應該派代表去參選 為什麼呢 湯家驊就是第一 泛民選你輸眼了 無謂浪費票 不如用到一些票 來逼那些儀式特首候選人去表態 不過 你民主派的票是花瓶來的 你怎麼逼到人 當然東堅華連任已經知道 你民主派的票是沒有用過 怎麼逼到人 都不是 都不是 假如到時 建制派真的有兩位 甚至乎三位候選人 有可能 泛民拿著百多票 就有Kickmaker 建制派有可能 造王者的作用 在我們中央政府 雅爺 背後法官有可能有三位候選人 最多不是泛民派人和他選 你選都不選 就變成梁家傑和曾蔭權 當年辯論就沒有了 你永达當時有參選 他不夠票 去做候選人 結果他沒有辯論 湯家驊的原因 是怕什麼 怕如果 你不單是輸了特首選 連民意也輸了 像上一次梁家傑那樣 市民在一面倒 大部份是 有投票都會投給布泰 都不會投給傑哥 不會投給袋根 他怕今次都會從刀覆徹 我個人不一定 看誰對誰 看誰對誰 我自己也不贊成 民主選舉 怎樣也好 肯定越多候選人越好 還有一個辯論 你是可以透過泰民候選人 去跟建制派候選人 去做個競選的時候 強迫 或者施壓 向建制派候選人 逼他作出一些改變 或者改善 但你心目中有沒有 認用人有什麼泰民 有什麼人可以代表 他又覺得如日薇 你又覺得哪位可以代表泰民 我想如果泰民 他派人去選特首 他目的不是真的要執政 而是希望在某一些特定的議題 去跟建制派候選人 做個施壓的作用 但你現在哪位會好些 哪位 現在有三位 何俊仁 梁家傑 還有馮檢基 基哥 上次你覺得哪位 我覺得梁家傑 其實整個泰民主派 任何人派去都沒有分別 反正都是代表整個派 你派哪一個 如果你後面得到民主派支持 其實人選是誰 不是重點 不過我認為千萬不要派何俊仁 這條鐵頭殼 沒問題 他這麼多年都是在維權 爭取民主 我從來不懷疑他的心 可惜他的民主黨 我就很失望 當然要票債他票上 不是原則上的分歧 是路線上的分歧 民主黨一向太霸道 他不喜歡為人抬招 民主黨不要以為你多議員 做了政黨十多年 你在泛民派 你惡了你 你大哥 講民望 講財能 你民主黨你能夠上他的民黨嗎 不可能 你最有風骨的張文光 就得到一兩位 你看李華明這些什麼議員 李永達 黃承智 這些議員 質素有多高 我們就有目去共睹 對嗎 如果民主黨何俊仁 可以代表泛民去出選 我認為是 糟 就多於你 你會不會覺得 民主黨已經不能再代表泛民主派 會不會 民主黨和民建聯現在分別不大 路線上越走越近 對嗎 他可以做一個搶建制派票的政黨 但如果他 因為他旗幟不太鮮明 如果要去統領泛民 或者做泛民代表 我認為是不適合 因為旗幟不夠鮮明 他近來還受淘積事件訓言 總共事件 包括這些我們韓國民說 無謂打落水狗 無謂落井下石 你什麼黨沒有淘積新聞 當年民建聯 顏錦泉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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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你其他富貴黨也有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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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來抽人水 對嗎 即是樹大有枯枝 即使是公民黨有議員 剛才馬上唱 周家彤說 跟誰的女生發生性行為 照顏唱 公民黨的人 別以為每個都很高貴 但那些CATFL 無謂提名 甚至有位公民黨 甚至是立法會議員 被人捕捉到困難 是的 很大謂 其實這些什麼黨都有 對嗎 康文兼聯 在立法會說 即不是一兩個人 有這些叫雞 或是嫖妓的行為 就代表整個黨人 對嗎 即是無謂 即是無謂打落水狗 即是民主黨 我最多是會質疑 他們路線上的取態 其次上不夠鮮明 但私人品德 我可以 只要你個人有才能 這些 即是我個人比較年輕 看得不是很緊 即是個人行為 不會影響黨的路線 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黨的路線 即是根本 是 這跟文化有關 你想想法國 意大利 超人 人們覺得 你搞得定是可以的 是 即是香港比較 即是香港比較 即是 即是發覺 你亂搞男女關係不要緊 你不要被人告強姦就行了 即是你不要是強姦就行了 即是強姦的人都會支持卡恩 那時候卡恩被起訴 那些人又恨 結果是沒有 結果是進不了 現在香港 香港保守到多年的維亞納 佛樂退伊德 當時也提出要解放退女權 要性行為 不是什麼罪惡 還有不是那些 即是不要那麼罪咎 打招呼便要打招呼 對嗎 你男人你需要叫雞 如果你香檳大廈不合法的 你警察就天天去掃他 封了他 現在中外他知名吸引很多台灣遊客 大陸的遊客 對嗎 是香港一個去地標 即是你不是說西九 當年西九方向起了精子 對嗎 天幕你做地標 香檳大廈這些就是地標 他對嗎 即是這些是香港的文化 紅燈區的縮營 你看世界哪裏有的地方 可以將紅燈區縮營 當年波蘭街 現在波蘭街正過 正過 和當年爭奪 紅燈區當年香港很蓬勃 不過沉寂了 現在要重新振興 要重新振興 即是你不討厭 就像澳門那樣 遊客就被澳門 全部搶走 人家要賭場 又有先進服務的黃色的事業 對嗎 相扶相承 即是你香港說要發展旅遊 對嗎 你田北俊 除了想要做多個迪士 海洋公園加多些紅貓之外 這些事實我們都可以想一下 剛剛就問了那條文昌 不如問Vitter 如果讓你覺得立法會議員 選一個最喜愛 或一個最不起愛 你會怎樣選 最不起愛很清楚 最喜愛就難說 最不起愛很清楚 是呀清楚嗎 最不起愛就是功能組別的幾個 拿了一個議席 又不開會的議員 哪幾個 霍振廷 其中一位 其他那些 他們不開會 我簡直不記得他的名字 叫什麼名字 但霍振廷你坐到這麼多年 都不開會 其實是浪費了議席 即是 為何功能組別 現在被人罵得這麼厲害 因為當中有幾位 是特別害群之馬 是特別拖累 影響話負面 是特別大的 又不開會 即是每年這個天主教 總會會統計出勤紀錄的時候 每次都見報 你不開會就沒有做 沒有新聞就不要做 如果沒有興趣去做 那你霸佔位置 就不讓其他人去做 沒有人去爭 霍振廷沒有人去爭 每次我們香港文化界 你去選的 你算不算 我不知道 如果我合格 你是文化界 文化人 如果我合格 我真的有興趣 跟霍振廷去練習 直接 整個 不過我不知道 很多作者 有時候我看了一篇文 很多知名的作家 都不是文化界候選人 不知道政府這個界別 還是要取得 這個才是濕制 那最喜愛的議員 你有哪些 我沒有一位議員 是特別喜愛 即是沒有特別喜愛 即是為甚麼 顧問 你有幾位 有基哥 我想 對他們不會有很大反感 但談不上是最喜愛 那個罪字 如果你說喜愛 有幾位 葉劉淑儀 余若美 和王國興 我自己都很喜歡 王國興 王國興 他跟基層打工仔發聲 雖然他是工聯會 但他在很多時候 都會很敢於跟政府去抗 即工聯會 其實在民生上 勞工政策都爭取得很緊 即是不給公民政策 我這樣說 如果你只是說 民生政策 工聯會是做得不錯 王國興 你上課也會去工聯會 不如你問問我 最喜愛的 你最喜愛是誰 你自己最喜愛是誰 你自己快點爆 最喜愛是很難選擇 因為旭文 因為長毛 因為始終緣一 這麼多年 因為我最欣賞 不可以 辯論的技巧 以及說話 不僅僅有技巧 當年我聽旭文 左右大國 當時說23條 有聽眾打他 旭文 經常請梁美芬做嘉賓 叫梁美芬回家睡覺 旭文 說不要 不要叫人回家睡覺 今天我也想叫梁美芬回家睡覺 為甚麼 第一 劉曉波事件 他就說中央便會說 因為有外國傳媒關注 所以要坐手一連 這些法律學者 外國傳媒關注 會影響到 國家獨立司法審判的判決嗎 是不會的 你法律學者說甚麼 但他的學位是在大陸 是嗎 是嗎 是呀 還有梁美芬是怎樣 逮捕機制是始作者 就是他 然後記者 找梁美芬 即《明報》 《Emmony》的報紙說 找不到梁美芬 怎料政府一押後 一說諮詢 立即把全單出來 去抽水 網上的人 整個反梁美芬群 有二萬多人 又打給梁美芬 又找不到他 但怎料梁美芬有十多個支持者 在後面 拿著梁美芬的照片 即是圖片 支持梁美芬 但每個人遮住臉 原來不見得光 你支持梁美芬 是不見得光的事 是否收視的事 還是他們是能忌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不過有一位真是他能忌 不過他說 原來他活動之前 都不知道梁美芬是甚麼 水不噴火叫 他想關注一下南亞人的權益 即是 不是要做馬 而且梁美芬多年 五居有些謀準時 我就是公投 到街板 梁美芬第一個說 他不肯退街板空位 給候選人 你是法律學者 這是法律寫明的選舉法 這些是甚麼 你喜歡搜那條法例 就搜 不搜就不搜 你覺得有問題 立法會提出他草案 你不應該知法 他犯法 這是甚麼法律學者 梁美芬這個人 又沒有封骨 即是成大之恥 法律界之恥 如果不是有中聯辦祝福他 他會當選 建制派捧著這些候選人 也是建制派的悲哀 對嗎 很多基督徒 那是十二大牧師 那些牧師 令人痛哭他流淚 希望他可以痛改他前妃 即梁美芬他這些 越說越硬 對 不如說一下 煲太大問大會 也有不少火花 沒有看 你沒有看 沒有看 沒有看 你們有看甚麼 那你可以說一下 你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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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馬上認識電視 不是 想不想這麼快 平時都隔了一兩分鐘以前 他真的馬上衝出去 他最近幾次都很快 下次可不可以留久一點 還是這句 就是講多一點點 運完Q 質詢完才衝出去 因為他變成禮行 對公司很寒 很寒 你想想大舊征業 時間掌握得很好 是 即是動文發文員 是吧 即是說你下台 是 動文是第一發文 即是至少運完才會 然後才出擊 那整個答案大會 你有甚麼特別說 不如政治方面 三個候選人 這個不可否認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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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有七位 那煲胎自己講 煲胎說七位 哪七位 煲胎 我真的想你一起幫忙想 是不是這樣 建制派四個 加民主派三個 七位都加起來 民主派 葉劉淑儀 是不是 葉劉 煲胎隻馬 曾俊華 加起來也有六位 再加上 法民主派派一個 七位 我們越數越多 現在主流全部都有三位 今天多了一個 曾俊四 即是三位機會大 主要有三位機會大 但今年很多策略性的運用 我想都是很重要 正如這樣說 法民如果拿著百多票 其實真的左右打局 如果法民最後真的不派人出去選 或者可以這樣的 你先提名了進去候選人 正式候選人 然後進去就正是負責做叫馬 這樣的工作 但實際上 跟著那幫原本提名的人 就有另外有一份工作 即是說 先推了人進去候選人 跟著再跟真正有機會選到的 建制派候選人 再用那百多票來影響他們 即是這樣也是一個策略來的 這也挺新鮮 你可以跟泛民反應一下 即是有這麼 這麼有計劃 這麼周長去影響 這個可以 你如果幾個候選人 那百多票是決定是誰做的 還有我想中央都會看到 你如果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的話 你怎樣都一定要跟泛民主派 有個叫做破兵 現在有啦 民主當然跟中央關係 對嗎 對嗎 這件事是煲胎 自己在立民族都會說 一開始就已經說了 對嗎 總之哪個 疑似後手特選人 如果跟泛民可以保持到良好關係 他就有好處 他就 不如看這三位跟泛民很差 唐堂不得了 還有泛太太也不差 最好 那梁振英呢 好像有沒有什麼牙齒 梁振英跟什麼關係好 都會有很多成議問 梁振英一向都會 專業人士嘛 人家說商界就支持唐堂 專業界別就支持梁振英 是嗎 即是工程師 會計師 還有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即是張慈光 發展家 陳啟忠 但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就沒有選票 即是他們都進不了一個小圈子 不過發展論壇有 即是陳啟忠的黨 不過梁振英 梁振英很糟 反而泛太又怎樣 泛太現在我見 表面上民意很強 其實他背後的基礎票很弱 商界又支持唐英年 專業界別就支持梁振英 政協人大 政協人大 但是梁振英也是政協常委 政協常委 怎樣跟人大常委 跟人大常委 哪有得比 人大常委就是國家領定到層 政協常委就是國家諮詢的組織 就是不能比 不如人選一個 選啊 有一個煲胎都說 是抽水還是實事 誰 誰 誰抽水啊 好大膽 MSQ 你等總算客 kl公道 是不是他抽水啊 改成同一個時間嘛 在這裏賣金裡 任務就是梁振英出新書 這真的很尷尬 我不知道 你繼續說 那包胎是否黨員 梁振英是否黨員 黨員的地位是要優待些 對不對 那你包胎就回到黨員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華叔就說 華叔說他是黨員 我相信華叔 有人跟華叔說他 華叔也知道 這些內容是很 對話是三十次 梁振英是不是 不過也沒有跟梁振英 有實力就可以了 實力是否 現在民望 都是低的 都是低一點 很多人都覺得奇怪 梁振英好像有沒有做錯 說錯什麼 但是為什麼民望那麼低 反而唐唐 經常都失言 但民望都好像跌不下來 為什麼會 你們怎麼看呢 其實整個班 整個班底 已經開始慢慢組 鎮英哥寫的文章 其實他寫的文章是不錯的 你說以三個人來說 最有整個 政剛 遠景 你說真的 你財經界都會覺得 鎮英哥的財經是怎樣的 財經 沒檢查過 但最下力 無論 整個治港藍圖 有一個探討 關心人生問題 這件事就是鎮英最下力 想想 唐唐也是近海才下去 唐唐也會去劏房 梁美忽廉的棺材房 是什麼 都很肯定 對嗎 把棺材房和酒店的租給 這些人沒有封骨 又要抽一下梁美忽廉 現在說特首和酒店都不是 完全都不夠吸收 不說 鐵三角又怎樣 鐵三角 就是吳康文說那個 怎麼看你們 鐵三角哪個頭 可能三個人都沒有頭 范太 范太做頭 然後 財政師就是 CY 然後唐唐做一個職務師 怎麼看 CY肯不肯 你當他肯 你當他肯 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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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猜了 吹水 范太最適合拍一部電影 叫做公心計 這個女人的心計真的厲害 對不對 才能是怎樣 我不知道 不過范太一向都是很報仇 當年參選立法會 2017年 2020年 就補選特首立法會 那段時間被迫不迫 讓社會有關不關 范太就是 雖然說他比較保守 但他比較 但他比較樂於聽民意 即是讓民間有些國民質 你做了這麼久 立法會主席 你真是在這裏 在這裏 控制秩序 叫他不要乖 不要扭 你這樣民謀哪裏跌倒 是嗎 他又沒有做過政府 曾玉成也是 民謀不是爆聲 曾玉成和范太 你說他班底如何 曾玉成有些班底 又曾德成 曾玉成的班底就是民建聯 有曾德成和蘇錦良都上位 都應該上位 兩個局長的樓梯才可以 還有政治助理 加上 這些行政經驗就開始 蘇錦良其實 煲胎初初都不是首選 好心你選擇副局長 一組換隊代局長 一年多 蘇錦良是很尷尬 好像執二攤 執三攤 你以為無線TVB劇 林峰不早 找找執二攤 對蘇錦良不太公平 蘇錦良在處理卡片事件 國籍風波不太好 但是行政能力 就要看他在競爭法 才可以知道他的實力去到哪 競爭法推出得如何 還未見 但是看他擋不擋得住 葉樓的攻勢 於小哲那些事情 做得不太好 我今天錄節目之前 和Jeff談過 他說社區發展動力培育 史無前例的支持政府 今次支持政府 就競爭法立法 今次蘇錦良不是孤軍作戰 至少阿華TV支持他 而且我個人都覺得競爭法需要 不過他的條文 真是條文 好像當年退23條 有些人未必反對23條的方向 反對條文 你阿華TV支持蘇錦良 已經成功了一半 阿華TV是否這麼厲害 我們希望收聽的人數會更加多 可以證明到影響力 希望大家多點叫你朋友來聽 這個節目也挺好聽 不合格也挺好 尤其阿Walky不在這更加更好聽 他不在這預料被人抽水 你不要被人抽就更勤力 其實是帶我妹妹來一齊 不是他經常被人抽水 為何不帶她妹妹來一齊 你沒有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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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餅印一樣 是嗎 咦 應該都是一個挺美貌的餘花的女士 你上她的Facebook看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的妹妹 我也是不知道 不過我們不熟 不要說 不要說 現在這樣 跑馬仔 要快點開球才行 但Victor你還沒有說 你心目中有哪裏做特首 我就是 唐唐 如果你純粹說政綱 肯定是CEOI最好 但民望又略有不及 因為阿爺始終北京公民都要考慮 也要考慮 會不會這樣呢 這個問題沒有很認真想過 真的沒有很認真想過 最後有幾多人出戰 都未知 他們正式宣佈參選才算 不過接下來10月應該宣佈報告後 有甚麼班底也未知 宣佈報告後應該就相繼會出戰 即宣佈參戰 班底也是考慮 等多三個月 對 找德成局長再做局長 這些班底就最不好 等多三個月 等多三個月 要看班底才可以 斷定 但作為青年智庫主席 主持 在這裏做主持 你不要先說我 有機會 如果真的有機會 可以進入政府 可能成為諮詢的基金 諮詢卡 對 對 所以真的 你的影響力真是非同時和 你說笑 到林康政也未到我 林康政 香港大賓會有機會成為教材 我甚至乎會委任林康政 下屆會 做甚麼 做甚麼 政治助理可以的 政治助理可以的 對 十幾萬我代真不拘 不過不知做得多久 你找些硬骨頭我接近 我接不下 噴回來 全頭不出氣 所以你考慮一下 政治助理通常都很少曝光 對 吃飯 開心吃飯 也不是 有個別政治助理的能力 是可以的 只不過政府沒有很好運行 政治助理 我見他現在運行了三年 我想他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 不斷去聽取各方各面的意見 但是政治助理有個好處 就是需要表態的時候 又未輪到他 因為他的職能是不需要怎麼表態的 所以林康政做得對 他認識人多 可以吸收各方各面的資訊 又不用表態 又不會違反你硬骨頭的原則 最糟糕像我們RT王牌節目 就是紫健和快必是青台節目 得罪人多辛苦人少 對嗎 對嗎 如果做政治助理 我現在沒有這麼懸惑 得罪人多辛苦人少 不是只是聽了嗎 政治助理 還有一隻耳 聽了嗎 然後回去才會報告 這樣政治助理 做你 盡少一個立法會議員助理 但薪金高幾倍 只剩下五分鐘請文昌來 不如說一說經濟事 現在一說五分鐘 讓你發揮 說美國最近的民企出策 獨立 這樣 原本上來都 因為大家都知道 超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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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只是說幾句 主要是跟大家 重複一下 因為近來 美國那邊 對於中國民企 都有很多負面的報道 甚至很多 譬如有些研究組織 渾水研究 Waters 聲稱 即發一些報告 聲稱 有些中國民企 做數有問題 搞到中資民企 很多在美國那裏大跌 譬如Sano Forest 即加漢林業 都連累到香港有些中資 即還有它的語音 語音就是香港 這些公司 搞到風聲學類 很多民企 中國中資的民企 在香港都受到牽連 雖然這些中資民企 可能在事件上不少 以往歐亞農業 這些情況都會有 但現在就再一次 因為我想 跟美國近幾年 很多中國民企 是從著所謂 backdoor listing 即所謂的借學上市活動 很多有關 因為很多中資民企 都是想上市集資 所以香港近幾年的IPO 這麼厲害 沒錯 但是 因為現在香港把關 原來嚴格 香港那邊 所以很多轉了去美國 循著所謂的借學上市模式 上市cap水 結果 因為寬鬆的監管 導致現在的問題 就貧身 即是現在 我們港交所在IPO 那裡把關 還嚴格過在美國 是啊 你想想 剛剛有一隻高任 剛剛有一隻 台資的百貨股 剛剛叫停了 明明暗盤 剛剛準備上市 應該是這兩天上市 結果 在臨上市的一刻 發現 喂 招股書裡面 有一些帳目交代不清楚 結果現在整隻都停了 但是在金融可笑之後 美國沒有加強金融監管嗎 這個是另外一個環節的問題 就是IPO 是 因為那個加強金融監管 可能就是金融機構 在運用 譬如槓桿 或者在資本的運用方面 他們有很嚴格的監管 因為金融可笑直接 是很 就是一個衍生工具 就是有衍生工具的入帳 以及高槓桿的營運 是有關的 現在終於說 去到中資民企 譬如這些上市集資 就是看到有問題 所以那個監管其實 很老實 金融監管其實一直都要 但是它是正是 特意針對著中資民企 還是其他地方的上市企業 它都是一樣的嚴格 你見到的 不是 因為其他地方 你說去到成為一個風潮 集體去上市去夾水 這件事就在現在 因為內地的經濟增長很強勁 亦有很多民企 基於內地開始 零八零九年 開始寬鬆的貨幣政策 開始收緊 令到他們的拆借 借錢那裏有問題 是 由中小企 借錢 所以 整個中資企業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出來 現在的中資民企股 又不是一個 真的要重新 就像中旺這些 中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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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之前 上市的時候有問題 所以一直跌到現在 現在跌到三個多 所以時間剩下一分鐘 在這裏我主要講兩句經濟的事情 其實我講政治習慣很多 不過經濟講兩句 我覺得大家如果買這個時間 特別外圍情況不穩的時間 大家在買股票的時候 特別小心 特別是 所謂很多的中資民企 其實現在近來都相繼 都有些問題出現 被人懷疑或者出現了斬倉 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家在選股票的時候 儘量選一些香港的大籃炒 但會不會造成大跌市 會不會 跌了 會不會更加大 會不會更加大 即是來近這幾個星期 等七月 我想那個問題已經得到關注 你說個別 其實有問題的公司 大家都 都會避免它 大家都有的 大家有印象 有空間看一周行 都不為餘力 這幾期 大家如果提高警告 小心一點 我覺得可以逃過一跌 是否一些中資的先股 世界股就不要鬥主 特別小心 因為你對那些業務 特別不清楚 譬如養豬 或者在哪裏種田 你真的不知道 但會不會七月屬於波褲市 即是來近這幾個星期 甚至歐債 意大利 被人炒作 其實那邊的問題 我只是這樣說 外圍的情況 真的很不穩定 特別是美國的經濟增長 是 事故時差 但如果他出QE3 如果他出QE3 可能性不大 美國未知這個情況 可能性不大 暫時說 那些柳股又會再次暴升 如果再出第三輪 如果再出 如果再出 特別是股票市場 會是利好的 不過也是短時間刺激 最終其實是看企業盈利的表現 可能性大不大 美国经济未知那么抄 失业率虽然是9点多 但少许10%到10% 那么慢才会再推出 如果说完情况很不定 奥巴马也需要交功课 通常选举年会两化宽松一点 会低息一点 奥巴马调到国债 就算自己不连任 也要做好他的任务 这个当然很大事 你真的债务上限做不到 运约了 你的信贷评级即刻急跌 你想想我们香港是美元挂钩 是呀大事了 刚刚才评级机构才试入负面名单 但其实其实最后应该是搞定的 最应该是希望 这些当然是作为一个政策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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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不是大家会获熟的 第三次金融危机 香港人真的要关心这个议题 我们港元和美元是挂钩的 即美元不行的 我一向都说你看我香港大奔华贯书 我一个很长进港联系汇汇率 应该脱钩 那时候你访问了谁 雷鼎明 雷鼎明 还有阿嬌仔 听文昌讲股就很好听 一部分港股人说什么 前半点升了一点点 7月头 什么五穷六绝七帮生 现在回到哪里呢 是不是先听文昌讲股 其实我市里不是太多识 我从来都是选择股票的 是一个底下的情况 就像巴菲特那样的市点 那人是巴菲昌 听市的话可以听 白湖 梁炳祥 大家要记住 是的 人网的另一个名牌主持 白湖 梁炳祥 现在这个翻盘兄弟 翻盘兄弟 还有 我被人吵了 我们RTV是这样宣传人 我是人网主持人 大佬 人网也有宣传RTV的节目 就是方哥珊的节目 但没有宣传我们 我们对节目过 你只是在我们的节目提我们 希望人网更多观众 我们常常找你相议 对吧 今集上升了差不多了 超时了 我们没玩这么久 我们还有活动 下周再见 记住要梁美芬下台 不是你书全部新书 梁炳祥也下台 好 拜拜 当时观看电子书内容 这个就是Irene